好我現在示範一下這個realme TV 55吋這台SLED的電視 它的操作流程喔 那它的操作啊全部靠這支遙控器 那它是安卓TV 安卓TV啊其實就是跟安卓手機一樣 那它非常重視這個操作流程的體驗 那我覺得它是目前我用過 電視裡面最流暢的 那怎麼說呢 你看我這樣子去做 每一個頻道的切換 每一個都是隨按隨到 那比如說我現在打開YouTube 打開 馬上就出現了 然後打開頻道 好現在有廣告 略過廣告 好馬上就出現了 就是我幾乎沒有等待的時間 比如說現在按返回 然後看一下比如說新聞 每一個都是這樣子點下去 就可以直接看 好非常快 非常的流暢 好比如說我現在打開Netflix 那我打開來 你看也是馬上就出來了 好比如說我現在看這個紅色通緝令 這個是蓋兒演的 播放 4K HDR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畫質的表現 直接快轉 到有蓋兒的地方 有沒有 它每一個預覽的畫面都是這樣 直接秀出來 然後選到之後 就直接播 而且它是直接給你高畫質 不會說你還要再等一下 然後等它的畫質提升 它直接就是高畫質 但這個速度啊其實跟你家裡的頻寬有關 如果你家裡的網路就是慢 好那你的畫質就會提升得比較慢 那因為我家裡本身就是100Mbps 所以上下載的頻寬就還蠻快 再來快轉一下 把蓋兒叫出來 有沒有 它的顏色表現 也是非常不錯 放大一點看 好 版權關係所以不要放太久 再來 這個 它是Android TV嘛 所以你愛裝什麼App 就裝什麼 那比如說 最近最流行的Disney Plus 然後還有 My Video YouTube Kits 愛奇藝 再來看一些比較 能看出畫質的 比如說我看一下 好這種 HDR的影片 有沒有顏色表現真的是很漂亮 這個跟小米電視啊 小米電視是 LCD電視 那它是SLED 它採用的是 比 QLED 更好的背光顯示技術 它是RGB LED的背光 它的顯色技術啊會比量子點的 QLED的電視啊 還會再更好一點 QLED的電視 那同時它的低藍光的效果也會比較好 它也是唯一目前獲得 互眼認證 的一台電視 有沒有你看它的黑色黑的很純粹 你幾乎看不到任何的漏光 好接下來我們就直接看一下它的一些顯色的效果 真的是很不錯 這是一個星期的一個人 這個星期的 我們這一個人 在這一個人 看到了 我們這兩個人 在這一個人 也許 我們這一次 我們知道 我們這次的 這個星期的 我們這次的星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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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